第十五届国会第七次会议 讨论2022年国家预算决算 英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国败关系协定给越南带来的机遇 用音乐拉近越南与法国文化的距离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今天头条继续报道第十五届国会第七次会议 今天6月7日国会代表讨论2022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报告指出2022年国家预算收入超过1413万一月顿 决算超过1820万一月顿 较预算增加近29% 国家预算筹集比例达GDP的19% 税收收入达GDP的15% 国会代表强调了政府在此期间为执行国家预算估算 所采取的同步和彻底的措施及其积极的影响 同时也被消除国家预算支出障碍建言限策 香港市是中部和西原地区的经济 文化 教育培训和科技的中心 约共中央政治局已发布关于 至2030年县岗市建设与发展2045年愿景的第43号决议 三年来 县岗市以试点展开了城市政府模式 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 但是想要最大化效率 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需要继续制定 修改和补充特殊机制和政策 以满足实际需求 经过近三年 试点展开城市政府 县岗逐步精简了机构 增加了军级和方级行政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责任 并简化行政手续 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和管理有保障 许多外资企业对行政手续 有关土地规定和法律走廊表示满意 从整体上看 县岗的投资环境非常好 但县岗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来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区 以吸引游客 特别是来自欧美的游客 县岗市要突破发展 并成为中部地区的驱动力 需要有特殊的投资管理 财政和国家预算 规划和城市管理等的机制 其中包括试点建立县岗自由贸易区 为进出口货物 提供海关手续和税收优惠制度 以及一系列其他投资激励措施 香港是建议官发展与连翘海港相关的自由贸易区 但投资激励机制还没明确 市政府最近也提出了这一建议 国会有很多意见 同意香港的提议 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实施 试点展开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一站式机制 在投资许幅 建设规划等重要领域 向管委会下放权限 环境和劳工这两个领域 以前都是划分给部位管理 现在则由管委会一站式机制管理 试点建立联兆海港 联合县港自由贸易区 是一个新思路 如果获得批准 这一模式和特殊的政策机制 将促进半导体芯片开发 人工智能 信息通信 科技管理 创新等领域的投资 在这个地区没有多少土地优势的情况下 有望为县港市创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为了继续推动并今年不提高电子商务和数字平台 商业活动领域的国家管理效率 发明正总理刚刚发出指示 要求工商部主持协调有关部位 对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审查 及时为有关电商管理的法律政策提出修改 补充和加以完善 继续配合财政部查处未安规定 申报纳税的企业经营户和个人 在电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查处走私 贸易欺诈 制售假冒 伪劣产品 侵犯知识产权 商品和电子商务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政府总理同时也给财政部 公安部 信息传媒部和国家银行等单位 提出相关要求和指示 细心为止 包括脸书 谷歌 微软 抖音等科技集团在内的96家外国供应商 已在财政部跨境贸易电子门户网站上注册 并缴纳15.6万一月顿的税款 今年前五个月 外国供应商通过该电子门户网站直接缴纳的税款总额超过4万亿月顿 目前共有900多个网站和近300个电商交易平台应用程序获得运营许可 为防止税收流失 税务行业拟定 修改补充规定 要求具有网上订购功能的电商交易平台所有者 负责为平台上经营的人员申报纳税并带缴税款 第15节国会议第7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批准大布列滇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K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提议 该提议的早日批准和实施将有助于越南商品更加顺利地进入英国市场 从而巩固和加强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 提升越南的形象和地位 积极促进两国经济合作 英国加入CPTPP的议订书将于今年年底生效 前提是英国和11个CPTPP成员经济体中的至少6个经济体 在10月之前批准该议订书 截至目前 新加坡 日本和智利等三个国家已宣布完成该文件的批准 专家表示 国会尽早批准该协议将为越南经济带来诸多优势 我们是最早批准该协议的国家之一 这首先肯定了越南在该组织中的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享受英国向CPTPP国家的商品 服务和投资开放市场带来的直接贸易利益 越南始终一贯支持 英国加入CPTPP的愿望 我们衷心感谢和赞赏越南的大力支持 也为它不仅证明了双边关系日益牢固 而且表明了我们如何在战略层面上合作 共同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 英国是承认越南市场经济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英国加入CPTPP将带来新的动力 对两国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起着补充作用 该协议生效后 英国承诺对CPTPP国家取消93.9%的关税 对越南取消94.4%的关税 除了英国对CPTPP的一般承诺外 越南还享有一些具体承诺 例如增加大米关税配额1.75万吨 取消金枪鱼和部分海鲜的关税配额等 对于许多其他产品 我们还具有能够使用CPTPP国家的投入品 出口到英国的优势 同时仍然享受原产地规则 和英国对越南的激励措施 CPTPP将在英国和越南之间建立更广泛 更全面的贸易框架 越南企业可以在越英自贸协定 和CPTPP协议中选择 对他们最有利的优惠政策 预计随着越英自贸协定的生效 以及英国正式加入CPTPP 越南与英国双边贸易额 到2030年有望翻一翻 中国是越南许多优质农林渔业产品的主要市场 然而越南农林水产品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占不到5% 这就是越南企业提高优质农林水产品 所让中国市场份额的机会 这就是越中农林渔业贸易合作会谈上的信息 会上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与中国海关总署 就识四项内容达成了一致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冷冻椰子、榴莲、板香果、辣椒等农产品的谈判 已基本完成 为协议签署做好准备 此外两国也由之同意配合完善 关于越南向中国出口鳄鱼、生燕窝、加禽及加工水产品 一定输、解除中国巡龙鱼出口越南遇到的困难等等 火龙果目前是越南向欧盟出口的5种主要输果之一 然而若不采取有利的措施 提高产品的质量 那么越南火龙果可能要面临欧盟暂停进口的危机 欧委会发布消息称 由于越南的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比欧盟宽松多 会增加细微感染细菌感染的风险 欧委会将从7月起加大 对从越南进口的火龙果的检查频率 这对越南火龙果生产可出口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家企业火龙果年产量为2万吨 其中的90%先后向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等市场出口 其500公顷的火龙果种植园均按照全球良好农业操作标准种植 连缘材料筛选、采摘、保鲜、出口等环节都达标 关键是 这并不是任何出口企业都能做到的 欧盟暂停越南火龙果进口的话将为难具有实力的企业 而中小型企业就很难控制火龙果的质量 无意中毁坏越南火龙果产业的声誉 80%到90%的出口商意识到这一点 但提高产品质量并非意识 其他市场的监管机构将随之加大对越南火龙果的检查力度 另一方面来自南美、泰国等国的竞争对手会借此机会加强出口 目前越南出口到欧盟的火龙果在口岸接受检查 检查频率为20% 还富有品质链全流程可溯源档案 从7月起 检查频率将提升到30%或50% 除了溯源档案 要加采样检测报告和检验合格证 欧盟的检查流程与美国、日本等市场有所不同 产品在进入美国之前需要完成诸多检验认证项目 包括种植区代码、包装设施和符罩的 欧盟则不一样 欧盟更在乎的是产品进入欧盟后的农药残留量 合格的话就可以在欧盟市场上自由流通 只有拥有自己的果园和种植区代码的大型企业才能 紧密控制农药、肥料使用量 企业界也应该获得保鲜技术的培训 以延长保质期 至少要做到两个月都不会腐烂 越南火龙果年出口额约6亿美元 其中对欧盟出口额仅为1500万美元 可见火龙果对欧盟出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据悉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将建议欧盟公认越南境内检测结果 减少对越南火龙果的边境检查频率 旨在为企业排油解难 促进火龙果向欧盟这一潜在市场出口 今天上午提为发展稻米生产加工中的循环经济的研讨会 在新区市举行 会议聚集了众多政策制定者、权威专家 以及国际组织、农业部门和大米企业的代表 与会代表介绍了九龙江三九州的水稻生产概况 原料副产品的利用和开发前景 以及接杆和稻壳的循环经济模式 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越南大米产业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型 已是当务之急 100万公顷水稻项目 是推动全价值链循环经济发展的铁机 与会代表还表示 有关各方要密切协调 建立切实有效的模式 此外需要有适当的政策和激励机制 来促进私营部门投资 支持技术转让和提高农民的能力 接下来请观众 和内市和胡志明市的学生参加中考 用音乐拉近越南与法国文化的距离 今天和内市参加中考的考生们来到考场办理手续 并听取规定 这是一项被认为比高中毕业考试更重要 造成更大心理压力的考试 今年肯定是有超过4000个考试 考生将在接下来的两个考试日内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 而在胡志明市9.8万名考生进入了中考的最后一天 今天上午的考试科目是数学 全市有158个考场 有超过4500个考试 在永福省高兰族是第二大少数民族 在面临被埋没的背景下 有一个免费的高兰族语言学习班 在永福省得以开设 这个学习班是由村里的一位村长开设 得到了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那么这个学习班如何运行 它对当地人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请看下面报道 高兰族史诗的歌词 通过这个方式传授给年轻一代 每个词都被转录为普通话 女孩们是通过歌曲的歌词 男孩们则通过祭拜神明的祭文 来学习民族语言 这个班有青少年 也有中年人 每一个字 每句话的练习发音 背诵 就这样 每节课持续两个多小时 学习高兰族语言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 歌词里面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如摆善效为先 要尊敬父母 照顾家人 孝敬长辈 光安乡的领导人也是高兰族人 近几个月 每天晚上 他都积极上这个高兰族语言学习班 作为当地的领导人 我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 向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宣传 发挥负责任的精神 学习和保护高兰族文化价值 高兰族是一个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 属于汉南文字系统 所以读写非常困难 由于没有经常使用 语言和文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然而 按照高兰族的传统 人们必须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祭祀仪式 为了保护村民的传统价值 村长申请当地政府允许开设免费高兰族语言学习班 这个班已开设约九个月 用民族语言教授实用课程 让我最高兴的就是 现在很多孩子在节日的时候 可以用高兰族语言来祭祀 我们高度评价陈先生 开设民族语言学习班这个想法 因为他在保护民族文化 本色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将为学习班的开设提供协助 希望能提高活动的效果 目前有两个高兰族语言学习班得以开设 吸引数十个学员参加 这些孩子将成为保护高兰民族文化 和传统价值的强大力量 巨区在西元地区的舍登族人 主要依靠农业谋生计 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 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 自从接受技能培训 有了一季的职场 他们通过努力创造出更加幸福的生活 下面请看昆松省黑笋镇的故事 伊妥经过九个月的技能培训后 当上一名保健品销售员 现在的他能讲一口流利的精足语言 还对样样产品了如指掌 随时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客户咨询 和干农活相比 销售员能给他带来更高 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通过培训 让我对销售有了更深的认识 学会不少东西 还交到好多新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升 少数民族同胞 大部分是勤奋善良的人 只不过在与客户进行交流与沟通时 存在着社交障碍 首先要下苦工 向他们培训人际交往技能 再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每次培训 大约需要花费四至五个月的时间 培训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 但一切都会好的 关键是要真诚地对待他们 在恰当时间给予适当的鼓舞 少数民族人爱唱又爱跳 因此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 和文艺交流会定期举行 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还为教育宣传工作助力加持 因我看 把技能培训与文化交流相结合 收获越多 既能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提升少数民族员工的忠诚程度 我们开展技能培训 接受培训的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人 为的是帮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同时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 从而为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昆松省各职业培训中心 平均每年为三千多名乡下劳动者 和少数民族学员提供技能培训 企业界参与培训 并负责解决学员的就业问题 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 铺贫道路 这些年来 电边省有效落实森林环境服务费用支付政策 鼓励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森林保护工作 更重要的是 这边收入得到有效的利用 为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下面是在电边东线 一座贫困乡 匪诺乡的情况 自从这座文化屋建成之后 苏伦一表演团 不用东奔西袍寻找排练场所了 以前我们要聚集在团队 某位成员的家里 打开手机 看视频 照着排练 如果家里有老人 我们会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有了这座文化屋 在这里练唱练舞 不麻烦任何人 很轻松愉快 我们村文化屋的建设经费 约9900万元顿 这笔钱由企业赞助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从森林环境服务收入中付款 杭布西村文化屋的建设经费为1.2亿月顿 其中1000万由村民捐款 这笔钱是国家向民众支付的费用 主要是森林巡逻 或者清理植被 预防森林火灾等活动得来的收入 我们经常开展植被焚烧活动 以预防森林火灾 有的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有的要花三个礼拜 才能把所有植被 消除和清理 森林保护政策 普及到我们村里所有人 保护森林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子孙后代 收到国家支付的费用 我们更加开心 每个村将会获得不一样的森林环境 无非收入 森林面积越大 收入会越多 有的村获得7000万一年 也有的村只获得1000万左右 加上各团体组织和企业的赞助 我们有了经费为村民建设文化屋 宽敞的文化屋建成之后 飞诺乡人民有了活动场所 孩子们也有玩耍的地方 政策宣讲会 能够在庄严的地方举行 村民们兴高采烈 更愿意参加植树造林 和保护森林活动 所获得的森林环境服务费 可以互相帮助彼此发展经济 造林护林的快乐 就这样持续蔓延 虽然越南文化艺术走出国门 一直以来是向更多国际朋友 推荐越南美丽形象的有效渠道 国家与私人携手并肩 将有助于多样化推荐文化活动 在欧洲 很多越南人组织团体 想通过自己的方式 来推荐越南文化特色 在先面的报道中 让我们一起来到法国 这里也正在举办推荐 越南音乐的充满特色的活动 这是在欧洲三大首都城市 即巴黎 伦敦和柏林举办来迎接夏季的 河内说唱24系列活动中的一项活动 该系列活动的举办方是在许多不同领域工作的越南商人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望 就是将越南文化和艺术活动带到欧洲 越南音乐表演活动 在巴黎著名文化中心东京宫表演室举行 这也是越南音乐活动 首次在这个舞台上举行 越南说唱音乐 吸引了700多名越南人和法国人参加 举办这一系列活动并非一世 然而可以看到越南文化价值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 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互相鼓励要挺过去 要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举办一个 邀请越南人和西方人一起表演的活动 这样可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旅居海外越南人正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推荐越南的美丽形象 把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贯穿到实际行动中去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播报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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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